大家好,我是耳鲜,是个低刀的福建人,天气乐,老喜欢喝汤汤水水的 今天分享一道福建的海利瘦肉羹,准备海利尔瘦肉 这么点海利就要10块钱了 首先把瘦肉先切厚片 再切薄片 这两年猪肉不知道为什么又涨价了,一斤28元了 所以一次只吃一小块,把切好的肉片换完里 调入一勺料酒,一勺生抽 少许胡椒粉 用我出招的大锁抓拌均匀 然后腌制10分钟 海利里调入少许盐,生抽,料酒 胡椒粉 用锁抓拌均匀再腌制10分钟 然后准备葱白切小段 从业切葱花 切好放盘子里 把姜先切片 再切丝 切好也放盘子里 腌制好的海利,倒入两勺淀粉 用手抓拌均匀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瘦肉也是一样的操作 瘦肉比较干,要多抓一下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锅烧了,倒入一丁点儿的油 倒入姜丝,葱白炒香 然后倒入一碗清水 先调入一小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 水开放入瘦肉片 把它弄上放下去 再用筷子把它滑上 然后用勺子摇入海里 全部倒入用勺子放半均匀 再次水开时 倒入一碗水淀粉 放半均匀即可 早上葱花可以出锅了 海里瘦肉根做好了 一个字鲜 两个字鲜鲜 四个字鲜鲜 鲜鲜滑嫩 夏天来一碗特别够饮 喜欢你也试试吧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不喜欢也可以关注我们明天见